手握金牌露出开心笑容 羽球好手戴姿颖夺下2023年亚洲羽球锦标赛冠军 激动情绪不言而喻 即使在冠军赛球场上和对手安喜莹激战 颁奖台仍然开心一起合照 今年羽球亚锦赛冠军战 台湾一姐戴姿颖对上韩国天才少女安喜莹 刚开局安喜莹率先得分 不过戴姿颖打出攻势 以21比10抢下首局 第二局安喜莹膝盖不适 一度喊医疗暂停 最后戴姿颖仍然以21比14收下胜利 成功夺下亚锦赛冠军 也包括亚锦赛赛史中的第三面金牌 其实戴姿颖从去年到今年三场公开赛 对上安喜莹都被淘汰 多次止步四桥 如今扳回一城 成功终止三连败 目前世界羽球女单排名 第一是日本伤口欠 第二是南韩安喜莹 第三者是大陆陈宇飞 小戴排名第四 而今年亚锦赛列入积分 戴姿颖撑后预估进账12000分 将超越陈宇飞 重返世界排名第三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